我隐藏千亿豪门少爷的身份 陪老婆吃糠燕菜三年 暗中助她事业腾飞 赚得盆满钵满 她却一直离婚协议书 要赶我出门 说我配不上她了 还故意搂着她的白月光初恋男友 冲我炫耀 你个废物 蠢货 我说自己性冷淡 你还真信 真就三年不碰我 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未来的新老公温少 大名鼎鼎的金圈太子爷 我看着那男人陌生的脸 哈 我有三个风华绝代 财权无双的美女姐姐 可啥时候多了一个傻逼弟弟 是时候 我这个真正的金圈太子爷 首富之子的身份该曝光了 我正在工地搬砖 忽然空地上来了两辆豪车 身后还跟着许多保镖打扮的人 好家伙 这又是哪家影视公司在拍电视剧 来着取景 我没搭理 继续干活 但是身旁的工友 戳了戳我 周怀 快看 这不是咱们温氏地产的美女总裁温宁吗 她好像刚刚进了全球华人财富排行榜前十名 她怎么来了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定睛一看 不仅她来了 二姐三姐也来了 二姐不是在英国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钢琴节吗 三姐天天手术 也有空 合着 这是一起来堵我来着 我刚想逃 耳朵就被大姐揪住 疼疼疼 死小子 离家出走三年 就来工地搬砖 要不是你最近动用了家里的关系 我们还查不到你 我刚想说话 二姐身穿一袭白色长裙 优雅地走过来 可是她说的话 却一点也不客气 为了个普通女孩 好好的温家少爷都不当了 他人呢 怎么不陪你一起来搬砖 说我行 说我老婆那就不行 我本能地回怼 姐 珊珊很优秀 现在自己开公司 谈成了很多大项目 现在实心上千 我哪舍得让她受这苦 大姐的手劲越来越大 我哀求地看向三姐 用口心说救我 从小到大 她最疼我 谁知她从机车上下来 摘掉头盔 脸上阴沉地能滴出水来 活该 爸妈 你不要了 连我们你也不打算要了 看你就欠收拾 三姐说着 拎起我的耳朵 您的更疼了 我只能曲线救国 嘿嘿一笑 姐姐们 我身上脏 别 别弄脏你们衣服 二姐戳了戳我的额头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你个恋爱脑 赶紧收拾收拾 跟我们回家 过两天 爸妈就从国外回来了 我跟在他们身后 急忙解释 姐 姐 不是这样的 珊珊她家境不好 心思又敏感脆弱 我怕她知道 咱家是首富 会有压力 所以才隐瞒身份的 不过现在 她现在终于有了一番事业 我也是时候向她摊牌了 这次 她应该不会自卑 不会觉得被有钱人抛弃了 姐 等等我啊 珊珊真的很优秀 人美又善良 等你们见面 就知道了 可为什么 三个姐姐回头看我的眼神 像看白痴 最终 大姐美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算了 既然你小子愿意 爸妈那边我们去做工作 赶紧生个大胖小子 哄爸妈开心 不过这么多年 没去拜访人家 说起来是我们温家失礼在先 你先跟我们回家 明天我们带着聘礼去道歉 她好了 我刚摘掉手套 电话就响了 是岳母 周怀 我给你十分钟 赶紧滚回来 和我女儿离婚 我的手机 是山寨版的 不用扩音器 隔两三米远就能听到 姐姐们看我的眼神 更不对劲了 姐姐们 都听到了 小区楼下 大姐二姐三姐 靠在车子旁 一个个面容严肃 真的不用我们上去 周怀 你自己能解决 我摆摆手 无所谓笑笑 没事 我岳母她脾气不好 但是很疼杉杉 这次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三姐拍拍我的肩膀 行吧 我们就在楼下 有事电话 可我刚进门 还没开口说话 岳母就把一份离婚协议书 甩在我脸上 纸张很锋利 划破了我的脸 我抹了一把 烟红的血 湿热黏腻 怎么了 妈 我还是控制住脾气 耐心问道 岳母脸一黑 指着我就破口大骂 我呸 别喊我妈 我没你这样的穷酸女婿 不是摆地摊 就是卖臭鱼烂虾 还去工地搬砖 真是烂泥服不上墙 丢死人了 岳母说完 掏出手机 播放姗姗发来的语音 听听 我女儿又谈成一大笔买卖 光是利润就三四十万 够给小峰买量宝马了 现在她身价可是上千万 哪怕是被咱们云城的首富公子 都绰绰有余 实相的就赶紧离婚 别当我女儿的大好前程 你和她 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老婆的这个项目我知道 是我看老婆这两天 为了公司的收入 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心疼她 所以给大姐秘书打了个电话 让她照顾照顾 妈 你不能不讲道理 想当初珊珊开公司的时候 是我掏的钱 给了她启动资金 岳母逼近我 一下一下戳着我的胸口 冷笑 就你 也配 我女儿能有今天 一是她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 二是她努力 三是我这个妈教导的好 和你有半毛钱关系 你别有好事 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行不行 要点脸 就那么难 说着 她还刻意捂着鼻子 装作恶心的样子 看看你浑身上下 多少天没洗澡了 臭死了 把我们家的空气都给污染了 一直在沙发上玩游戏的小舅子 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放下手机 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 再次扔进我怀里 姐夫 我要是你 就乖乖把这牵了 赶紧滚蛋 毕竟我们没忘年我姐的青春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你就烧高香吧 小舅子说完 气冲冲地从卧室 拎出一个行李箱 踹在地上 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 一个没爹没娘要的野种 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三年 不要脸 废物 原来 这三年 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 亏我为了老婆 顾全大局 怕她家在中间为难 把丈母娘当亲娘看待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小舅子更是有求必应 可现在看来 我对老婆的疼爱和联系 却成了他们欺辱我的资本 珊珊呢 我跟她说 我坐回到椅子上 冷静说道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爱珊珊 珊珊也爱我 她是不可能和我离婚的 原来 一个人愤怒到极致 就越发沉着冷静的 你个赖皮狗 不要脸 我看就是平时对你太好了 才让你蹬鼻子上脸 今天我非得打死你不可 岳母围着客厅 团团转 在找工具 小舅子及时递上一个擀面杖 妈 用这个 打残她 让她把在我们家这三年吃的饭都吐出来 谁怕谁 上学时 小身板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吵什么吵 周怀 你这事又在做什么 我一回头 是老婆回来了 珊珊 你可回来了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周怀她要打死我们啊 岳母说完 一屁股坐在地上 撒泼打滚 恶人先告状 我真是服了 老婆愤怒地看着我 周怀 你太让我失望了 看来 这婚离对了 我小心翼翼地拽过老婆的手 语气充满不可置信 老婆 你在说什么 可我的手 还没碰到她 就被她重重甩开了 好像我是什么招人厌烦的苍蝇 周怀 你没听错 这个婚 是我要和你离的 我脑子一下子梦了 愣在原地 为什么 我们日子 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反应了好一会儿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周怀 是你过得好好的吧 这三年 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 每天不是吃就是睡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要不是我 你早睡大街了 我正愣地看着她 不是你说 不希望男人太有钱 有钱就会变坏 希望能有老公 天天在家陪着你 不要出去应酬喝酒 你下班一回来 就能有口热乎饭吃 你疲惫时 能给你捏脚按摩伺候你 所以 我才藏桌 隐瞒自己 牵引豪门少爷身份的 老婆冷哼一声 周怀 你太幼稚了吧 我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你还当真 实话告诉你 我马上就能拿到 温氏集团的千万订单 而你 永远是臭水沟里的烂泥 臭虫 这辈子 注定追赶不上我的脚步 你 配不上我 我真想笑 林珊 如果我告诉你 温氏集团的订单 是我帮你拿到的 你信不信 老婆坐到沙发上 眼睛里都是遗址气势和鄙怡 你有意思吗 好吃懒做 天天摆烂 还谎话连篇 爱说大话 和你离婚 真的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就知道 我说了他也不会信 和一个压根 不会相信你的人去辩解 简直是对牛弹琴 今天 我算是看清 他们一家子的真面目了 一人得到 有钱了 立马踹掉我这个糟糠之父 林珊 你会后悔的 我拿起离婚协议书 刚要签 一个陌生男人闯了进来 搂着林珊的腰 后悔的 是你吧 周怀 都被赶出家门了 还舔着脸 在这说大话 哦 你就是珊珊那个废物老公吧 天天在丈母娘家蹭吃蹭喝 我知道 你作为男人要面子 不愿承认也没关系 但是 你能给珊珊带来什么呢 钱 钱 别墅 豪车 那男人抬头望着我 冷笑着勾了勾唇 点起脚 凑近我耳旁 小声说道 还是在某些方面 能满足他 这个男人 我认识 是林珊的初恋男友 白月光 温正豪 据说是个富二代 当初出国留学 找了个门当户队的女朋友 才甩了林珊 所以 这才是 你离婚的真正原因 是吗 我死死盯着林珊 但他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周怀 逼问一个女人 算什么男人 温正豪握起林珊的手 一把将她护在身后 我可以为了珊珊 给她和温氏集团牵线搭桥 能够帮助她把公司发展壮大 而你呢 除了吸她的血 拖她后退 什么也干不了 真是天大的笑话 林珊骨子里要强 要开公司 我把从小到大的零花钱 全部拿出来 给她当启动资金 公司刚起步 没资源 没人卖 我暗戳戳的 让温氏集团下属的子公司 各种开绿灯 给优惠 让她公司步入正轨 她想发展壮大 我又去找我姐的秘书 我就是太顾忌她的自尊心 所以才让他们 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我 温氏集团的订单 是你拉来的 所以 你是什么身份 我冷冷地看着温正侯 一字一句问道 温正侯一色缩 眼神躲闪 刚要开口说话 林珊却推了我一把 周怀 你这么凶干什么 没能耐 还那么小肚鸡肠 怎么 现在还要打人 实话告诉你 这些年 我爱的一直是正侯 和你躺在床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恶心 就连那种事 我想的也是她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最爱的人 希望你看在过去三年 我供你吃供你喝的份上 成全我们 卷铺盖滚蛋 我冷笑出声 所以 你说的性冷淡 也是为她守身如玉 林珊忽然脸上不悦 周怀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既然你不要脸 那我也没必要对你客气了 你从头到尾 就是个蠢货 穷逼 我说性冷淡 你也信 实话告诉你 只要你闻到你身上那种摆摊 搬砖回来的汗臭味 我都想吐 可能是触及到她最内心最难堪 最龌龊的地方 林珊气得手都在微微颤抖 对不起 珊珊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当年我们因为好多误会分开 是有的不对 温正豪使劲攥住林珊的手 试图安慰她 但现在 以后都不会了 我回来了 会永远守护在你身边 林珊眼含泪花 深情地望着温正豪 还真是情深深与萌萌呢 周怀 你不是问我是谁吗 温氏集团 知道吗 温家三姐妹 在商界 医学界 艺术界的三大顶流 三位千金大小姐知道吗 小舅子的眼睛 一下子就亮了 正豪哥 所以说 你是他们唯一的弟弟 温家小少爷 云成太子爷 天啊 我们家珊珊 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丈母娘说完 又赶忙呸呸两声 自责道 我这是说什么呢 我家珊珊这么优秀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的 丈母娘说完 特意弯了我一眼 那眼神 阴狠恶毒又高高在上 随即 她又一副谄媚 对着温正豪说 哎哟 我就说你气质 怎么这么好 这么帅呢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 高贵有钱的味道 温正豪整理了下 自己的西装外套 昂着脖子 阿姨 低调 低调 我们温家祖训 要那脸不能张扬 要是被我 三个姐姐知道了 他们一定会饶不了我的 小舅子立马噤声 还用食指放在自己嘴前 就差跪在地上跪舔了 是是是 姐夫教训的对 我直接原地猛逼 看着那个和我们温家 毫无一点相似的脸 陷入沉思 啊 这也行 我什么时候多了个地点 我怎么不知道啊 灵珊 这话我只说一遍 我才是温家少爷 你爱信不信 别到时候被骗 找我来哭 说完 我拿起离婚协议书 毫不犹豫地 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后 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但是总有一天 你们会为今天的行为 付出代价 周怀 你说你是 温家大少爷 丈母娘嘴里 慢慢扎摸着这几个字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愣 忽然 小舅子哈哈大笑起来 妈 你听到这个蠢货 说什么没有 她说 她是温家少爷 我还说我是首富她爹呢 丈母娘斜眼看我 周怀 你吹牛钱打好草稿了吗 温家少爷不姓温 姓周 你为了面子 可真是能胡说八道啊 真是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里子都丢干净了 还在这死气白赖的 往自己脸上抹粉 脸皮怎么这么厚呀 呵呵 谁不定 孩子必须跟父亲姓王 我冷笑一声 慢条思理道 所以让我跟我妈姓 不过 这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温正豪明嘴淡淡一笑 哎 有些人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在温家这么多年 人人都知道 他们家少爷去国外留学去了 怎么会在这搬砖呢 我冷哼一声 是啊 这年头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有些人才该小心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估计是被拆穿 温正豪整个人脸色都不好了 阿姨 我姐姐要是知道 我在你们家被一个冒牌货骂 肯定会不开心的 你个丧门星 我们家要被你害死了 你竟然赶得罪温家少爷 丈母娘推了我一把 正好啊 你可千万别生气 这个家伙 可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滚滚滚 赶紧给我滚 别在我们家碍眼了 把我们家的地板都弄脏了 丈母娘一边说 一边踢走我的行李箱 忽然 她似乎想起什么来世的 停下脚下的动作 小枫 这里面的东西 都检查过没有 这个穷酸货 可别偷我们家东西啊 小舅子拍了拍丈母娘的手 放心妈 这是我一件一件给她挑的 都是她摆摊打工时 穿的烂衣服 我们家的子 她休想带走一个 而林珊就热络地 挽着温正豪的胳膊 冷眼看着我 被她的亲人肆意羞辱 以前真是我眼下 老子进水 才会跟他们朝夕相处三年 这样的垃圾 以后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林珊 这个家的东西 我一件都不会带走 但是你手上的玉镯 得拿下来 那是我们家 世世代代相传给媳妇的 而你和你们家不配 听我这样说 林珊脸色胀红 使劲拽了半天 弄得手腕都红了 才拿下来 诺 给你 一个垃圾 还真以为我稀罕 我正要接过来 小舅子却一把夺过去 假装认真的端详 让我看看 这是什么好东西 呦 原来是个地摊货呀 亏某人还当的宝贝 真是没见过世面 说完 小舅子使劲砸在地上 玉镯摔了得稀巴烂 我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捡起来 地板上倒映着我的眼 一片心红 林峰 你知道你打碎了什么吗 这个玉镯 在我们家传承了上百年了 世代被呵护珍藏 却毁在我手里 我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 小舅子假装害怕 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头 我好害怕呀 别告诉你 你这破镯子 也就值得三万五万的 值点破钱又能怎么样 我姐又不是赔不起 但就是不给你 气死你 因为你不配啊 我恶狠狠地瞪着她 有恃无价 林峰 你就等着老底坐穿吧 明天我们法院见 说完 我正准备离开 温正豪却不愿意了 一把拽住我 周怀 你一个冒牌货 欺辱完我 污蔑了我 还拿一个假镯子 讹杉杉杉的钱 现在就想一走了之 我警告你 我那三个姐姐 可最是护独子的 得罪我 我让你从今以后 没有好果子吃 再也找不到工作 你就去垃圾场捡垃圾吃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样的垃圾 不教训教训 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一拳挥过去 打在温正豪脸上 她的嘴角 立马浸出了血 三姐教过我不能打鼻子 容易骨折 多处骨折 就是轻伤害 为了这种人 进监狱不值得 但是 不教训她 我心里不痛快 丈母娘下的目瞪口呆 指着我的手 都在抖 你个野种 你到底在干什么 温家少爷也敢打 小舅子急忙去拿冰块 给温正豪付上 姐夫 你没事吧 这可是那个王八蛋干的 和我们家没关系 你可千万别生气 林珊更是生气 气得整个身子都在抖 周怀 我真是没看错你 气急败坏 口不择言 还动手打人 你的素质和教养呢 还吹牛是太子爷 糊弄鬼呢 温正豪吐了一口血沫 遗憾地看着林珊 珊珊 我知道这是和你没关系 但是这是要是被我 三个姐姐知道了 我在你家被打 我想订单的事情 恐怕 林珊犹豫地看着温正豪 深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鼓起勇气 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正豪 对不起 让你受委去啊 说完 林珊转过身 猝不及防 给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来得太快 我压根没有反应过来 我从没想到 林珊会亲手打我 当这个想法 闪现在我脑海中时 我又觉得挺可笑的 他能为白月光男神 守身如玉 出轨 还有什么事情 是做不出来的呢 周怀 跪下 跪下给正豪道歉 这事就这么完了 否则我就报警 让你牢底坐穿 我差点以为我耳朵出了问题 而温正豪正 挑了挑眉 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好像在说 瞧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丈母娘更是火上浇油 仰起胳膊就要打我 我一个侧身 躲了过去 她摔在地上 来了个狗啃泥 刚才林珊那一巴掌 在我意料之外 我绝不允许 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周怀 你个杀千刀的 竟然敢反抗 我勾了勾唇脚 轻蔑看着丈母娘 冷冷到 我从不打女人 但是 如果她不做人 我不介意教训教训她 说完 我仰起胳膊 就要朝丈母娘扇去 大概是看到 我目光中 从未出现过的 很厉害霸道 丈母娘吓得一闭眼 原来 你也会怕 真是可悲 做人就不能太善良 否则他们 就会蹬鼻子上脸 小舅子小心翼翼地 走到温正豪身旁 试探道 姐夫 快给你姐姐打电话 让他们来收拾这个王八蛋 那镯子 不会是真的吧 温正豪犹豫了 是啊 他怎么会叫来呢 算了 我姐姐 最不喜欢 我仗着温家的名号欺负人 镯子的是 你也别担心 我看着不像是真的 临山脸上的得意更浓了 正好 没想到你如此宽容大气 我真是没有选错人 不喊 我可不愿意 不是大气 而是喊不来吧 说完 我拿起手机 给姐姐打电话 大姐 二姐 三姐 你们上来吧 这上面 有一个姓温的人 说你是弟弟 还说我欺负了他 让你们 上来给他主持公道 对了 顺便找个玉器鉴定师过来 有人打碎了咱妈的祖传玉琢 温正好 你不是说你三个姐姐互犊子吗 那我今天就要看看 他们是怎么护住你的 既然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非要闯 那你就死个痛快吧 温正好眼睛滴溜滴溜地转着 皱着眉头 思考了一会儿 你说的大姐 不会是温氏集团掌舵人 温宁吗 我冷哼一声 正是 忽然 温正好笑了 我明显地感觉他 松了一口气 据我所知 我姐姐温宁 今天正在国外参加贸易交流会 怎么会在国内 听他这么说 丈母娘和小舅子 紧张的神情明显放松下来 对了 你还要喊玉器鉴定师 对吧 那我也喊一个 我们云城最高级的质检大师 吕老的关门弟子 夏凉 吕老的声誉 可是想撤国内外 到时候夏凉大师来了 周怀 你可别吓得尿裤子啊 小舅子鼻孔朝天 姓周的 你牛气吹得这么大 也不怕闪了舌头 丈母娘从地上起身 胆了胆地上的灰尘 冷嘲热讽 哎呦喂 我的好女婿啊 我们家珊珊这么努力 都跟温家搭上线了 都没有温大小姐的电话号码 就你一个破百地摊 搬砖的会友 怎么 她去你摊上买过臭豆腐啊 说完 丈母娘哈哈大笑起来 笑吧 笑得越疯狂越好 不都说 人之剑则无敌 欲使其灭亡 必先令其疯狂吗 我一个一个扫过他们 你们不知道 是因为你们不够格 林珊一脸嫌弃地往外推扫我 周怀 你能别装了吗 怎么这么恶心呢 以前我真是眼瞎 才会看上 你这么吹牛帽炮的人 你赶紧滚吧 别在这污染大家的眼睛好吗 是吗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污蔑我弟弟 这时 我的三个姐姐走了进来 现场除了我之外的人 都面面相娶 你们谁啊 凭什么闯进我家 我警告你们 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我报警了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知不知道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丈母娘 果然 将还是老的辣 不过是一块发了霉的烂浆 大姐淡淡扫过丈母娘 慢条思理说道 要不是我弟弟在这 你觉得就凭你们 也配让我们姐妹 进你们家的门 弟弟 小舅子看着温正豪 疑惑问道 姐夫 你认识他们三个吗 还是说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温家三姐们 温正豪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你们说是温家大小姐 就是温家大小姐 有谁证明啊 哼 我温宁姐可是分分钟赚七位数的人 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农民工 我以前一直觉得是温正豪蠢 才会狐假虎威 但现在 我明白了 他是真的不认识 我姐姐们 但是呢 在他骨子深处 他更坚定不移地认为 我这个搬砖的 更不可能是温家少爷 所以 他才在错误的路上 越跑越远 果然 坏人也是有逻辑的 只不过 认知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我姐一点点走进温正豪 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温正豪捂着脸 满眼震惊 你凭什么打我 可他话还没说完 又挨了我姐一巴掌 第一巴掌 是你侮辱农民工 在这个世界上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没有他们 你们哪里的大房子住 这第二巴掌 是你说我的语气 让我不爽 你 温正豪指着我大姐 你别在这耀武扬威 我在温家根本没见过你 你是周怀请来的演员 对不对 还是说 你是他的情人 珊珊 我早就说过 这周怀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 我听我三叔说了 温宁姐在国外开会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 可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硬生生 又挨了我大姐一巴掌 这次 他的脸又红又肿 嘴一脚都出血了 这次 又是为什么 空气中 都是温正豪气急败坏的怒吼 但是他手上 没有丝毫反击的意思 看来也是个欺软怕硬 外强中干的软蛋 因为 你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认识 不是该打吗 我呸 你才不是 我刚刚已经查过了 这个点 英国根本没有航班 让你赶回来 所以 周怀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 让你们来演戏 或者你们 花了多少钱 包养他 我给双倍 小爷我这辈子最不缺的 就是钱 姐姐淡淡一笑 看了看我 才说话 不好意思 贫穷真的是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我做自己家私人飞机回来的 原因吗 你不配知道 我这也才注意到 自从我三个姐姐走进来 温正豪对我姐的称呼就变了 不再称呼姐姐 而是温宁姐 自己家私人飞机 你怎么不做火箭回来呢 见过吹牛的 没见过你们这种 吹得这么傻逼的 小舅子一拍脑门 哦 我明白了 姐 我说周怀成天出去干活 也拿不回来几个钱 原来是出去泡小姐去了 我早就说过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敢忍着天天不碰你 原来是在外面四处愣 到处流肿 可他话还没说完 整个嘴 就被三姐用银针封住 三姐是博士后 心胸外科专家 但是平时酷爱研究中医和针灸 刚刚 我都没看清 他是如何操作的 反应过来时 银针的上下两端 已经穿透了小舅子的上下唇 嗯 既然有些人的嘴没用 那就缝上吧 三姐悠悠然开口 丈母娘见状 直接朝三姐扑过去 三姐虽然常年健身 但是整个身板 比起丈母娘那 臃肿肥胖的样子 怕是要吃亏 我想要挡在三姐面前 只见她朝着 小舅子脚外侧 和手腕腕侧框框两针 小舅子瞬间就不能动了 如果不想你儿子 不知怎么死的 就乖乖的 三姐迎针抵在 丈母娘搏梗处 婴狠道 她如此霸气洒爽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糊弄谁呢 这年头点穴 婴针都是唬人的 你以为饰演电视剧啊 丈母娘额头上大汗淋漓 但是嘴上的气势 仍旧不输 妈 我真动不了了 丈母娘这下傻眼了 临山终于开口了 我听说温家三小姐 是个很厉害的高手 周怀 他们三个真的是你姐姐 你 真的是温家少爷 可不对啊 你明明姓周啊 这不对啊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温正豪拽了拽临山的胳膊 珊珊 看人不能看表面啊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二姐坐在沙发上 优雅地俯了下裙摆 你就是那个我弟弟看上的 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 还嫌弃他欺辱他的女孩 临山疑惑地抬头 看向温正豪 你是这么跟你姐姐说我的 温正豪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三个姐姐 欲言又止 我没有啊 临山恍然大悟 所以 你们真的是周怀请来的演员 故意为他撑腰 污蔑我 挑拨我和正豪之间的感情 好让我对温家有偏见 这临山 可真是个戏精 其实临山一向很聪明的 这次 是被鬼迷心窍 还是没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或许 在他心中 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才是真的 我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是持怀疑态度 而温正豪说的 就是金科玉律 甚至 比起相信我 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温少 您喊我过来 是要见你什么东西吗 这时 一个穿着太极服的中年男人 走了进来 夏良大师 您可来了 请您帮我看看 这玉镯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温正豪看到夏良 整个神情 一下子放松下来 耐着自称叫夏良的男人 拿起破碎的玉镯 仔细研究 又看看温正豪 大师 有人说 这是他们家祖传的玉镯 有价无事呢 温正豪说着 还按戳戳给夏良试眼色 夏良忽然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说道 这个 是假的 地摊货 值个百八十块的吧 丈母娘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说吧 这个搬砖的 怎么可能是温家少爷呢 他要是温家少爷 怎么会看上我女儿 而且三年来 被我们欺负 辱骂 还跟条狗一样 跪舔在我女儿身边 果然 我的真心 在他们眼里 成了践踏我自尊的资本 林山叹了口气 周怀 我累了 你走吧 今天的事情 我大人有大量 不和你计较 但是你过来的人 伤了我弟弟 也赔偿 一百万 不 一千万 丈母娘狮子大开口吼道 温正豪得意地看着我 一点点朝我走了过来 重重拍在我肩膀上 兄弟 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份上 我奉劝你两句 做人啊 要老实 别成天胡说八道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哦 可他话还没落 那个自称夏良的人 就被人踹出一米多远 你个闲眼包 谁让你打着我的名号 在外面招腰撞骗的 夏良捂着脸 很是委屈 师父 滚 谁是你师父 你想死 别拉上我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原来是吕老来了 我爸妈酷爱玉器 吕老经常来我们家 久而久之 我们就熟悉了 吕老甩了夏良两个巴掌 那夏良屁滚尿流地跑了 对不起啊 周少 给你添麻烦了 吕老穿着太极拳 本就有点先锋倒鼓的样子 这一个工具的让 更是我坐立难安 别这样 大师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少爷的事情 从来都不是小事 吕老说完 又给我姐姐们 微微点了点头 三位小姐也在这儿 听说老爷夫人 要从国外回来了 我最近制作了几件玉器 过两天 我给送过去 大姐急忙走过来 吕说 你客气了 我看你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吕老走到门口 停下脚步 回头跟我说 少爷 你要是有空 就去我那家下棋 没了对手 老头子手横痒 我点点头 目送吕老离开 这一下 轮到灵山一家傻眼了 你真的是温家的少爷 丈母娘目瞪口袋地望着我 又看看温正豪 正豪 你说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不定 刚才那个吕老也是他们买通的呢 这温正豪 死到临头还蹦的 灵山这才想起什么似的 拿出手机 上网查了渣 这吕良大师的照片 不像是假的 你们三位 灵山拿着手机 仔细看着我三个姐姐 差点就把眼珠子贴在他们身上了 所以你们三个 真的是温家大小姐 我冷笑两声 灵山 这次你终于不说 网上的照片也是PS的了 温正豪 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 是吗 为什么 灵山满是不可置信 表情痛苦又纠结 使劲摇晃着温正豪的肩膀 温正豪耿着脖子 脸上没有丝毫的愧疚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 珊珊 亏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不相信我 只相信他们 这么明显的骗局 你都看不出来吗 他们这是 何起活力演戏呢 灵山死咬着嘴唇 大颗大颗的眼泪 开始滚落 以前 我最怕他哭 可现在 我却觉得他活该 没有什么 比被白月光男神背叛欺骗 更杀人诛心的了 忽然 温正豪冲过来 揪住我的脖领子 你这个杀千刀的 害我家姗姗伤心 今天我弄死你 我一拳接着一拳打过去 拳拳倒肉 一瞬间 温正豪被揍得鼻青脸肿 我本来就比他高大 这三年 更是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力气出奇的大 大姐高跟鞋 踩着温正豪的脸 说说吧 你嘴里的三叔 到底是谁 是我温家人 我倒要看看 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在外面耀武扬威 半个小时候 我父亲的司机 温海强满头大汗的小跑过来 三叔 你总算来了 这 这有人冒充少爷 你快救我 温海强看到我 吓得一击零 二话没说 两巴掌朝温正豪扇过去 那力道很大 温正豪一下子就跌在地上 你个孽种 你要害死我不成 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 赌博嫖娼 现在都算进到少爷和大小姐头上了 对不起 三位小姐 温少 是我二哥教祖无放 这可跟我没任何关系 我不知道 他在外面为非作歹 狐假虎威啊 大姐叹了口气 看向我 问我的意思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脸上血肉模糊的温正豪 有人说 如果我是温家大少爷 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还让我给他下跪认错 温海强黑得跟铁锅一般的脸 更是难看了 不由分说 更是变本加厉的做温正豪 甚至将他做了个半死 你个王八糕子 试了雄心豹子胆了 跪下 给少爷认错 温正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整个身子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要倒下去 少爷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 是林山勾引我的 他说他根本不爱你 我才被一时被鬼迷了心窍 林山震惊地看着温正豪 咬着嘴唇 不让眼泪流下来 狠狠扇了温正豪一巴掌 温正豪 你还到底是不是男人 我为了你放弃了那么多 给你花了那么多钱 到头来 你这么对我 你个臭婊子 敢打我 说完 温正豪撕扯起林山来 周怀 周少欺负我 我不敢反抗 你个小骚货 我凭什么忍着 你活该被爷上 你不检点 破携一个 还真以为老子稀罕你 对你念念不忘呢 真是狗咬狗 一嘴毛 我喝着果汁 听他们在那撕逼 这才听明白 原来 温正豪在外面欠了许多赌债 所以才吃回头草找林山 目的就是骗他的钱 丈母娘看到女人受委屈 哪里还能忍 直接一巴掌护在温正豪身上 加入了战斗 都是 你个杀千刀的 拆散了我女儿 和我的好女婿呀 周怀 都是我教子无方 希望你再给珊珊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给你跪下了 磕头认错 都是我的错 你可千万别迁怒珊珊呀 我们从苦日子过来 多么不容易 这么多年 你可都是看在眼里了 是啊 我把他们从贫穷的深渊拉上来 过上了好日子 他们却反咬我一口 真是血淋淋农夫与蛇的故事呢 凌珊小心翼翼地拽着我的手 老公 你原谅我 好不好 其实我最爱的一直都是你 以前伤害你的那些话 我都是一时气昏了头才说的 其实我心里很愧疚的 这么多年 你骗了我 隐瞒身份 也伤害了我 所以我们扯平了 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真的是被凌珊的后脸皮逗笑了 凌珊 我隐瞒身份 你不知道原因 你自尊心强 不允许男人超越你 所以我甘心为你安前马后 可你呢 对不起我的真心 而且 我早说过 我能让你拥有一切 也能让你失去一切 姐姐 让秘书取消和凌珊公司的合作吧 我甩开凌珊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 她却扑通一声跪下 老公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 好不好吗 我不是人 我不是东西 你怎么骂我打我都行 但是就是别生我的气 凌珊说完 停顿了一会儿 空气中响起了啪啪的打脸声 我听着都疼 其实我挺佩服凌珊的 脸皮这样厚 为了钱 能去能伸 我一无所有时 她把我当成要给物件 扔来扔去 让她的家人羞辱我 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和尊严 现在 知晓我的身份后 却像一条狗一样 死皮赖脸的跪铁 求复合 可惜 我不稀罕 周怀 我女儿都给你跪下了 你还要怎样 我站在原地 没回头 冷冷说道 一个月冷静期后 明正局见 以后 你们这奇葩一家子 有多远 滚多远 否则 我见一次 打一次 回家的路上 我还蛮好奇一件事的 三姐 真酒真的能让人不动她吗 二姐神秘笑了笑 其实没有这个功效 虽然古迹记载 内观和足灵器学位 确实有此功效 但是是在得气 酸麻胀痛之后 病人太紧张 肌肉竞乱 整个银针弯在里面 不容易出来产生的错觉而已 越紧张 越害怕 他们就越觉得没法动弹 原来如此 一切 不过是心理 在作祟 大姐拧了拧我的脸蛋 怎么 想和你三姐去学医 那这温家产业谁来继承 我替你管了这么久 算了 大姐 你饶了我吧 你知道一提这个 我就头疼 我就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只要不造钱 不败价 就行了 二姐坐在副驾驶 回头看了我一眼 让他缓缓也行 不过温海强 你打算怎么处置 辞掉吧 他没有儿子 几乎是把温正豪当儿子 所以私下里的勾当 还不知道做了多少 他怎么会像他说的那么无辜 不过 他为温家付出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给他找个养老院 安享晚年吧 大姐拍了拍我的脑袋 行啊 小子 三年没见 长大不少呀 处理事情 越来越成熟稳重了 我望着窗外倒影的树木 郁郁葱葱 如白鞠过戏 如果有选择 我宁愿永远是那个 无忧无虑的单纯少年 可生活 总是教会你 要成长 成熟 多年来 我一直活在姐姐的羽翼下 被保护得太好 所以才没见识过人心的险恶 所以 临山的无耻会结束吗 果然其然 我猜对了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她像一块狗皮膏药 粘在我家门口 大雨夜 她跪在门口 伞也不打 任由雨水淋湿 使之不渝地望着二楼的我 玩苦肉戒 搞笑 我撑着伞 打开了门 她跪在地上 摇摇欲坠 抬起头 看我的眼神 凄美又楚楚可怜 老公 我就知道 你还是心疼我的 对不对 我爱你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错了 心疼你 没看伞都打在我这 我现在可是舍不得让自己淋湿一点 林山 别让我恶心你 再这么死缠烂打下去 小心我放狗咬你 说完 我刚想转身离开 她却突然起身 冲上来 要强吻我 我一把推开她 她跌坐在水中 看我的眼神 充满不甘和怨毒 周怀 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你不该欺骗我 你若是早就说出你大少爷的身份 我会出轨吗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一字一句顿道 林山 你会的 这世上就没有不脱心的猫 而像你这种女人 永远都不会满足 而且我说过啊 可是你不相信我啊 你只相信你自己 哦 不对 还有你的白月光男神 林山跪地求复合 是真的真心悔过吗 怎么会 因为她害怕受到了惩罚 我的一句话 让她的整个公司 半个月之间破产了 以前 她是我的心尖尖 我温家的资源和人脉 自然会让她享受 可现在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也知道了我温家的态度 甚至用不着我出面 大家都会见风使多地孤立她 和她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甚至为难她 这 就是人性 滚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 周怀 我怀孕了 风声 雨声 夹杂着林山的嘶吼声 我转过身 面色平静地望着她 甚至唇角还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哦 是吗 恭喜你啊 终于有了你和你男神爱情的结晶 林山歇斯底里吼道 是你的 我的 你他妈放什么屁呢 我都没碰过你 你说是我的 我蹲下身子 掐着她的脖子 殷狠道 你能要点脸吗 打掉 就你这样的人 也培养不出什么好孩子 所以 就别让她来世上受苦了 我站起身 扔掉雨伞 任由雨水打在脸上 头也不回地进了别墅 身后 是林山若有若无的低男生 周怀 你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 以前你爱我 根本不会在乎 这是不是你的孩子 怎么 给别人戴绿帽 戴上瘾了 可惜了 自作孽 不可活 管家 让人把门口的苍蝇赶走吧 天天翁翁飞 烦得慌 领完离婚证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 林山搭拉着脸 跟死了娘一样 悲痛欲绝 是啊 她丢了一个行走的踢款机 肯定肉痛万分 周怀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和我复合了是吗 你想什么呢 我站在马路边上 准备掏车钥匙 那就别怪我了 我给过你机会了 林山说完 眼里 闪过一丝阴狠和恶毒 随后 我就感觉 背后有两股猛力 突如其来 将我推向马路中央 一辆黑色轿车 急迟而来 眼看着 就要撞上我 我一个侧身翻 躲了过去 但也被寡蹭到了 好在只是皮擦伤 我心跳如雷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一个人像 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被远远撞出去 整个世界 好像在那一瞬间定格了 我后知后觉 才反应过来 刚才身后有人 不知道是谁 可能还要推我家把劲 可是被我及时躲过 她由于惯性摔了过去 我真是福大命大 要不是小的时候 三姐教我蹲马步 练习翻跟斗 今天应激反应下 我激发体内的求生本能 死的就是我了 救护车声 警笛声 还有林山震天动地的哭嚎声 冲破我的耳膜 小枫 小枫 你睁睁眼 我是姐姐啊 你别睡 你一定会没事的 周怀 你这个杀人凶手 还我弟弟的命来 林山恶狠狠地盯着我 看我是像在看不共戴天的仇人 可惜 她找错对象了 她要找的是 肇事逃逸的人 想跑 现在满大街都是电子眼 她哪里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医院里 林山和丈母娘 哦 不对 前丈母娘跪在地上求我 亲爱的 求求你 救救我弟弟 周怀 看在你当我过女婿的份上 你救救我儿子 我早年丧夫 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再失去小枫了 没了他 我可怎么活啊 求求你了 老公 我给你磕头 你赶紧让你姐姐过来 给做手术啊 林峰是创伤性主动脉加层 需要紧急手术 整个云城 最好的医生 就是我三姐 可是将心比心 如果躺在里面的是我 他们会救我吗 不会 杀人犯 怎么会救人呢 他们只会在背后 幸灾乐祸 嘲笑我 我死了 他们更是会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不好意思 我姐姐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会 回不来 我还要去警察局做笔录 但是前丈母娘急忙起身 拦住我 你不准走 我儿子是因为 你才不行的 你必须救 你家不是有钱吗 你家不是有飞机吗 让你姐姐赶紧回来 玩道德绑架 看老子搭理你吗 我直接删了前丈母娘一巴掌 你嘴这么臭 真应该去马桶里涮涮 是你儿子要杀我的 我命大 躲过去了 现在不过是老天有眼而已 其实 三姐听说这是 给我打来的电话 说一切听我的 可我觉得 他们不配 不好了 病人心脏停了 一个医生匆忙跑出来 跟前丈母娘和林山交代病情 病人生存希望渺茫 希望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林山扶着墙 颤颤巍巍起身 眼里都是癫狂 周怀 我要杀了你 如果我没遇到你 我就不会变成这样 我弟弟也不会死 我一个巴掌呼过去 其实我一直挺看不上 打女人的男人的 但前提是 他得先是个人 我肯定是会好好活着的 至于你 就不一定了 听说 现在监狱里 不仅能采缝刃机 还可以唱歌 发展其他才艺呢 我话还没说完 两个警察就朝林山走了过来 给他扣上手铐 还贴心地给他盖上了外套 林女士 您涉嫌一桩故意谋杀案 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原来 肇事逃逸的人找到了 是温正豪 而我 早猜到是他了 温正豪欠了一屁股债 被高丽带围追堵截 过得连狗都不如 他把这一切罪责 都归功于我 倘若不是我揭穿了 他温家大少爷的身份 那么 他就可以再继续打着 大少爷的名头 四处招摇撞骗 过潇洒快活的日子了 当警察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还是挺感慨的 坏人 永远不会觉得 自己错了 这便是人性 可是 法律不会放过他 而前丈母娘 因为遭受不住失去儿子 女儿又可能坐牢的双重打击 一下子气急攻心 突发脑出血 脑扇昏迷了 这辈子 估计只能做个植物人 再也醒不过来了 林山和温正豪被判刑的日子 我正被三个姐姐缠得头疼 不行 说好了 135 小弟陪我去公司 那246 小弟跟我去医院 要是不早点入手 以后医院谁来继承 你们俩 太过分了 凭什么小弟只能跟我一天 闭嘴吧 你 我和大姐 三姐 异口同声说道 二姐 你糊弄我 和你去四手连带 现在好了 这么多女人 天天叫我微信 我头疼死了 我摊坐在沙发上 美好气地看着她 大姐 二姐 三姐 要不然 你们赶紧找个姐夫 嫁人吧 臭小子 想得美 大姐说完 拍了拍手 好多个漂亮性感的女孩子 走进客厅 你小子 好好跳跳 这里面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吧 放心 这次背调 我们做得很详细 都是好人家的女孩 我看着面前那些长相清秀 但身姿妖娆 性感迷人的女孩 笑着说 换 下一片